哈哈 没想到吧 这就是舞台的魅力 我现在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业务助理 我是看着你这个人给的这个岗 我不想让一个就是 还比较善良 重感情的一个人 经历过很多波折 但是后续呢 可能出了这个舞台之后 又重蹈覆辙 我是现在给这样一个岗位 他的这个工作地点呢 是在北京 薪资呢 要稍微低一些是六千 钱是一方面啊 我更多的是想给你一些 未来的这个规划的帮助 就是未来你在想干什么事的时候 对吧 你可以问问我 因为我曾经走过的这些路 都是因为有很多 比我强的朋友在帮助我 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惑 这是我想表达的 我替他拉拉票 谈钱不伤感情 六千跟他的目标薪酬 八千差得不多 打实在一小伙 能不能再多给点 毕竟一个人到北京去 没问题 再加一千 七千 对 我就问一个问题啊 韩老师 管住吗 不管住 不管住 但是你偶尔想在公司打地铺 可以 斯凯勒赠你顶章吧 好 接下来 张奇心 选择果为科技 或者谢谢再见 倒计时现在开始 我们也不知道 他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张奇心 是否选择果为科技 谢谢韩老师 感谢韩小波 是因为最后不管住这个事吗 确实自己的现状 自己内心知道 如果要是去北京的话 住是一大头 剩余的 我还要去还利息 还贷款 其实也捞不着啥了 我记得你刚才说 你给自己的解决方案里面 就是找出一个行业 其实像现在的 像果为这些 其实是一个行业 你深扎进去 你以为永远只有7000吗 其实你没选他 也有点遗憾 你到他那去 挣的钱看似少 但是你能避免 走很多的弯路 掉进很多的坑里 能反悔不能了 当然了 能反悔不能了 当然不能反悔了 好 感谢你来到非尼莫属啊 一会儿下去尝尝你的小甜品 谢谢你的小礼物 再见 好 再见老师 所以你听他刚才的话 他说能反悔吗 我觉得这小伙子啊 咱们用生物学的 一个用词来说 就是他的反射弧偏长 他可能真的 对于大家的建议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如果台下 韩晓波他在跟你联系的话 我真的觉得 不要吝啬你的经验 多帮帮他 帮帮这个小伙子 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好 好 好